那么今天指数大涨145点 相信我今天应该所有的投股节目 又大吼大叫 那我先给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你知道今天加权股价指数 收上空方防守 可是OTC指数它是跌破多方防守 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你手中没有大型的龙头全职股 我举例因为我们手中满手的 2317的红海 那你看老师你真的满手红海吗 靠腰我每天的标题 我都跟你讲红海的多方防守价 再来一遍 多头格局我只看多方防守 多方防守没有跌破之前就是要做多 那如果说你手中没有满手的红海 反正是什么光盛 智盛 益家 甚至包括富士达 我讲坦白的 你可能感觉到今天台北股市 应该是跌了300多点 好 那么基本上又回到一个什么的原点 我在节目当中 我每天大概都会花一两分的时间跟大家报告 我说你们一定要去开指数期或者一个所谓户头 我问你 今天指数涨了145点 如果你手中都是那些阿力阿扎中小型的股票 甚至我再举例好了 昨天4768的金城科 收在最高的一个所谓高点 是不是有很多投股老师又开始偷我的图卡了 他告诉你金城科的毛利高达将近有42% 他告诉你它是特用气体 整个半导体供应链当中 如果没有4768的金城科 那我讲坦白的 做不出来 那你知道呢 今天金城科它是跳空开高走高 你去追 就像今天 不是今天 过去你只要有看那非凡的韦如的节目 他每天都会跟你报 有一些股票 你知道多夸张 没有你知道多夸张吗 他一天的高低价差高达12% 12% 很正常啊 现在很正常啊 12%已经叫做鸟股票了 有的股票再狠一点又高达15% 12%不是投股老师跟你画大笔吗 你100万放在定存 一年就只有1.40%而已 你也不要买房子 房贷率2.2%来跟着我做股票 反正每天都有涨停板 每天都有涨停板 你给他10万块 你知道一年之后变多少钱吗 我也没算过 至少会变好几千万 主力作手的操作 它是架构在价格的观念 包括周线月线官家 包括一个多空主力心态 来再来一遍 不管包括你前天去追的蒙利 你前天去追的6451的讯息 不管你昨天去追4768精神科 我只要问你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它的KD有没有黄金交叉 有啊 KD黄交叉 可是你真的是麻雀虽小吗 不是吧 为什么你买完之后就从黄金交叉变成死亡交叉 重点你还是先要看得懂大盘 那既然把看得懂大盘当作一个人生非常重要职制 你就够准备做机会嘛 那比较不行 来快速回顾哦 这个是9月19号礼拜几 我忘了 17000块的对战单 上个礼拜我的时候 很清楚跟大家预告收盘它是小于AC 那收盘小于AC 可是因为大盘还是一个多头 我很清楚跟你预告22095 就是多头的夜水防守价 其实我如果告诉你 我今天精神科卖最高 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 你现在要成为市场上面赢家 期货股票的操作 都是一模一样的一套 第一个只是说期货的话 你就多一点小小的判断就好了 收盘小于AC 代表隔天不是上下震荡盘整 就是下杀 那我们既然整个大盘它是一个多头 你只在乎22095这个价格会不会跌破 结果呢 我请问各位有没有跌破 我不知道 可是我只知道呢 我只知道呢 在收盘的3.43分 我很清楚在上个礼拜 很清楚只是把这一个东西 我贴成抠讯给会员 结果没想到 没想到礼拜五的PM盘 我们就很轻松买在最低的夜水低点 那同样的 同样台子10月份 你看昨天为什么还是盘 等于说从日盘盘 夜盘也是前天啊 说不定了 前天的夜盘 昨天的日盘 为什么还是上架正当盘者 因为还是难拖收盘小于AC 可是因为大盘主力心态 它是个标标 做得多 923码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昨天往下急杀 低点破低的时候 我们还在做多 我们持续赚钱 还没完 还没完 那么昨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很清楚跟你预告 收盘它是大于AC 那么你也知道呢 昨天外资在期货的空单 一口气增加3800口 所以说你看到片盘 它出现往下的跳水还没完哦 基本上呢 它的逻辑在于哪里 很多人呢 他问我说 小时你做股票呢 会不会做很短 好 我举个例子哦 我们前天 我们有去买一档股票 叫做8046的南店 我今天把它出掉 我只赚了一块钱而已哦 那一块钱的话 如果说扣掉手续费 应该就是打平而已 那我请问大家 为什么我要卖南店 那可是问题呢 你看南店的位阶 它在一个所谓相对低位阶 鸿海也在低位阶 那为什么鸿海 我死报活报 我都不出 因为很简单 南店我会 老人南店我会把它定义 它是OTC指数的相关概念个股 第一件事情 你今天我们看到3013T的新星 盘中先暴杀 先暴杀嘛 南店没有杀 南店完全没杀 你看我多会选股啊 那么新星南店 3189紧硕 这三档股票 我们都知道它叫ABF窄板 你的人生啊 不要录越走越窄啊 你跟着我就对了 再看一遍 那重点就在于说 既然呢 OTC指数它领先大盘跌破 我管你 除了龙头全职股之外 其他我都把它定义 它跟OTC指数有绝对关系 所以说南店我只赚了一块钱 我就走掉了 好 昨天外资加码放空3800口 可是我很清楚跟你预告收盘大于AC 我也跟大家报告呢 多方法价都在22207 那只是今天我讲讲白了 我有一点小小的可惜 来我先讲今天部位 甚至今天的部位 今天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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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使有4比的S1多单 我们405开始卖 4比的多单 因为我从结算完之后 我每天都做多 我每天做多 然后呢 这个300到291做多 就做多完之后 它又垂直往下做一个急杀 又急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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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这个价格就只是我在昨天 我所跟你预告的多方的防守价 你说老师 哇看你超厉害的 你买207 哇他们赚翻了 拍水了 我今天反而赔18点 谈小又走掉 谈小又走掉 为什么 因为我会怕 你杀人样子 杀到175点 没有 这个就是 我还是老话一句 少了YouTube广告费用 还少了百万电视成本 那差很多 没人就差很多吧 因为我问你了 我砸了1000多万去买广告 我每天门一打开 门一打开 门一打开 我的成本 我的成本可能是60万 可能70万 我只有理财做刊的 而且理财做还给我免费的 因为我的收视率高 包括飞软新闻台 也是英文化家飞软新闻台 我觉得我是被白嫖的 真的 被白嫖 没有啦 我之前就跟他强调说 我只愿意解盘 其他我都不要 我都不要 我都不要 我不要两股票 我都不要两股票 而且他现在给我讲到12点钟去 所以说我就被白嫖 等于说从之前5分钟连线 现在变10分钟连线 可是我有尽到我的责任跟义务 你的一档2464的盟利 你去追 我从头帮你追踪到尾 麻烦你看一下 昨天非凡的重播台 我跟你讲盟利很弱 老师盟利投心一直卖 我不看这东西 昨天非凡的节目 有很多的教学 你真的把它学起来 学起来 那么等于说 我这个部分我也成交 405我成交 然后这个今天的部分是赔18点 今天部分赔18点 可是光基本单的卖出 我没有全出 我还有四笔 我有四笔基本多单 我这样子又很轻松 今天923 924 拍摄 这样又较出24756 那昨天45724 这样加起来 加起来 加起来也高达将近有7万多块 所以呢 还是老坏一句的 来来来来 我们现在看结论 207 这是昨天预告207 也预告今天的空方防守 落在443 那么今天收盘收大于443 那收大于443 我认为最大的元凶是来自于外资期货的空单 补的四线口 可是问题再看一遍 OTC指数今天的支撑落在266.47 可是今天OTC指数收盘小于266.47 所以代表台子期加权股价指数收盘大于空方防守 可是OTC指数跌破多方防守 那跌破多方防守 那你说老师有没有关系 基本上 只要当他一跌破多方防守 我的操作就会开始缩小 开始变慢 来再变 自由配1加2升级放大版 好我们现在看完红海 看完精神科之后 你再选择要不跟我操作 来 那么同样的股票的叶水操作都是一模一样 我说过了 麻雀虽小 可是你不要永远都是那只麻雀 你遇到人只会讲虽小虽小虽小 那没有用 那没有用 投顾老师他的玩法都是一模一样 今天会有投顾老师跟你讲6451的讯息吗 不可能 今天会有投顾老师跟你讲4768精神科吗 不可能 除非他够专业 那问题为什么投顾老师今天又跑出来跟你讲2317的红海 拍谁 我的标是每天都跟你预测红海的多空的一个防守价 这才是你要的一个专业 这才是你要的一个老师 那来重点 你看这股票你去追 追全死 我们跟你讲过 新日新英跟曹宏K棒我看好 看好之后连续参加黑K棒 拍谁 你的自胜光胜 人家已经不追踪了 人家不追踪了 所以说呢 你不管是末期入会的早期入会的 我讲坦白的 你早期入会的你有光胜至胜 你还有钱去买2317红海吗 你末期入会的你买到红海 你的老师就只是那种追高的咖 相信我 到最后你也是变成另外一只麻雀了 因为麻雀的数量实在太多了 讲到麻雀 再讲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你昨天有没有看新闻 有没有觉得投资朋友 你们真的太辛苦了 你们每天就一直钻研指数期货 就一直钻研在股票 反而赚不到钱 为什么 因为你们根本不知道主力作手的夜水操作 它是架构在价格的夜水的观念 就好像问你吗 一档六四四二的光胜 它跌破多方防守架数 难道你不知道吗 你难道不知道主力作手 在放空你手中的持股吗 那问题为什么一档红海 光今年的时间 我们可以赚300多万 一档红海我们能够做到全胜 如果你连红海中股票 你就赚不到 你认为光胜至胜 4768精神科赚得到吗 再变了 价格观念 你这个东西不懂的话 就好像你如果说 昨天新闻在讲 奈良我去过 大家都应该有去过日本奈良 奈良就是很多路 路跑来跑去 然后那时候中国大妈有人踢路 然后护照被抢走 那个路还会知道说 知道说你是中国人把护照抢走 那昨天新闻是什么 昨天新闻是乌鸦 其实跟路非常非常好 为什么 因为路的路角 他要脱壳脱皮 之后他才会长得更壮 更茂密 更强壮 更硬 可是问题在脱皮的过程当中 如果没有乌鸦的帮忙 他们就只能自己去磨树干 有乌鸦 乌鸦会帮忙把路的路容 那个皮给拔下来 因为乌鸦要吃 那路也很高兴乌鸦帮他做这一种共生的试验 就好像问你 你每次你看 那个鲸鱼 你如果说有到海参馆 不管世界各国海参馆 里面一定会有金鲨 金鲨的屁股 它的肚子下面一定会有一堆小鱼 我请问各位 那些小鱼在干嘛 那小鱼干嘛 欠吃吗 金鲨不会吃他们 因为他鲨鱼上面 身上还是会有寄生虫 那些鱼只是做到寄生虫的一个所谓消灭者 所以不管包括金鲨很爱这些小鱼 不管包括奈良那些鹿 超级爱乌鸦的 因为他会帮他清理掉 他目前手中不要的会骑 妹妹会扯太远了 怎么变成会骑啊 所以说带枪投靠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来再一遍 这个当时我忘了 好像是NVIDIA的一个所谓法术 还是什么时候 然后我们买 买40块钱 再40块钱的日月光跟37日月头 然后急鲨 急鲨的时候再买 所以说光这一趟 你印象稍微深刻的部分 一档红海加日月光 我们就赚了51块钱 还没完 就当红海重新回到空方防守价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我买进红海 可是我买完红海之后 因为我知道了 头顾老师就这样子 涨的时候他跟你讲说他有红海 所以说我是有戒心的 那我是每天跟你分析 每天跟你分析 多方的夜船的防守价 有没有 然后利用急鲨 我还在买 你只要你的多方防守没有跌破之前 利用急鲨 我是会站在一个时候买方 所以175还有176 我还加码 这样加码加起来 短短两个礼拜 你知道一档红海我会赚 我可以赚二几万 二几万 利用急鲨 上一次不是也是一样吗 日月光跟红海利用急鲨 你去买 短短一天你可以赚11万 那同样红海在往下急杀的时候 我去买我又赚17块钱 不是说红海涨上来 我告诉你红海他有瓶盖的利多 我告诉你红海有AI利多 我告诉你红海有半导体的利多 那叫干话 还没完 9月18号 红海再杀一遍 继续买 结果呢 光这笔单赚5块5 那5块5再加上这17块 所以说红海如果扣掉手续费 你跟着我的讯息 你赚二几万了 赚二几万了 赚二几万了 那种做法很简单 多投格局 我只看多方防守 除非红海明天开盘 用跳空的方式 直接跌破181 那只在于说186.29 我要不要出而已 你懂我意思吧 懂我意思吧 好 那红海再到178的光阳科 光阳科在9月16号的时候 也同时跟大家介绍 4768的一个所谓金城科 所以光阳科这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呢 我们做了三次价差 这样子我们也赚了9万块 也赚了9万块哦 这里都看过节目 所以包括了1560的中沙 中沙买完之后 你马上看到报纸的利多 经被供应商中沙抢入投乡 抢入投乡看到报纸的新闻 拍谁 我们老早在事情发生之前 就预告中沙的多货放假 这是为什么中沙这一档股票呢 我们买完之后 隔天卖 我又赚了将近有15万 更重要重点 基本上当你逮到的一个所谓机会 你要连续的加码 就如同红海 你买在181块钱的 今天回过头来看 你红海赚钱的 可是问题呢 你其他的股票 不管包括光胜自胜是赔钱的 那他们赔的钱又比红海来得多 那你知道你老师问题在哪里吗 乱枪打鸟 那你看我做法呢 来来来来来 精神科2、3、4买 赚16块钱 赚16块钱 然后呢 然后隔天往2、3、4再买一遍 好停 这样我赚32万 停 如果我昨天 我没有给你看这张CG 我没给你看这张CG 我头跺下给你当椅子坐 再讲一遍 今天你要成为市场上面的赢家 我问你 为什么你的老师带你去追联军 带你追六四鱼的信心 带你追蒙力 带你追光胜 带你追自胜 因为很简单 他有的那一个百万的电视成本 还有千万的广告费用 所以说他很急嘛 每天一开门 他的成本是60万 去抢一抢比较快 60万不是小数字 不是小数字 诈骗集团一天骗的金额 在大家现在这么厉害的情况之下 一天要骗60万很难 你的老师门一打开 就先给Google60万 脑袋有 所以说每一个投稿老师 我说过的就跟穿制服一模一样 应该讲的 那叫第二集叫做什么 韩国很有名那篇叫什么 圈圈叉叉的 游游戏 游游戏 大部分的投稿老师 不是游游戏里面那些杀手吗 不是方块 就是三角形 不然就是圈 没有啦 我觉得投稿老师他有本准则 你知道吗 等于说当投稿老师第一天就发现成哲 哦你一定要盖股票 你股票要完全盖起来 这样子人家才会入会 废物一群 我做到股票不用遮 而且我连多空防守价 我都在节目当中 我免费跟你预告 好问你哦 问你一件事情 如果你知道今天精神科会杀到21 你脑袋有动你去买257吗 我这样讲合理吧 中间的价差是高达将近有16块钱 16块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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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6块是16块 你随便冲个10张 你为什么做精神科 你为什么那天跑去追1560中砂 我在卖你再买 因为你看到中砂 他也是金贝相关概念个股 结果跑去买了 输死了 输到购物是 所以说你跟我做都对了 为什么跟我做 来看清楚 我昨天跟你预告了 我昨天跟你预告了 好 我现在还微调了 8.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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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8精神科 256出一半 出一半 如果有卖到21块钱 靠要来call for call信 238买回 好 256 老师 你昨天是257.57 你今天为什么发256 257.57 为什么发256 因为我已经跟你讲了 所以我怕他不来 这是我会员有时候会困难的 股票不用遮 而且连我家跟你讲 可是我至少 至少就到你了 如果你知道257.56 是精神科今天的压力 你今天会跑去追在这里 疯了 真的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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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继续把它解完 继续把它解完 自由派一加二 不止精神科 包括你的光盛自胜 包括你的6451的讯心 345年的联军 你们每次追股票 追追之后 套牢就是波段 反正大家只会跟你洗脑说 你看我某某股票又涨停板了 每个人讲的基本面 说到乐乐等 以下机器人概念股 以下什么呢 无人机自主 去中化概念股 你们能不能先把一件事情给做好 你过去乱枪打鸟 你所换来的下场 就是尸骨无存 再来一遍 你能不能把一件事情做好 你能不能把股票当作是 它只是指数期货 指数期货没招几支吗 就台子期 电子期 金融期三支啊 你买不多股票干什么 来去解完 解完 精神科 基本面还是好 可是呢 大盘 它叫系统性的问题 除非它明天的开盘 能开在这个数字之上 这个数字交给你自己算 交给你自己算 不然还是要卖 我讲的很慢 我讲的很清楚 很明白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favor 现在亮点 它是在加权 不在OT指数 所以说呢 自由配1加2升级放大版 我还是请大家 真的你要想尽办法 去强化你的专业知识 当然说老师 我真的没有时间计算的 你可以去下载 我们的软体 第一时间有主意下 还是老坏剧 反正少了百万的电成本 还有四百多万 到千万的YouTube广告费用 我们真的只要360 你迟早都会来找我 我们电话码 02-2392-3968 永远相信 今天金融科解一半 其他股票自己算 不会算的 打电话进来 我们直接给你答案 02-2392-3968 永远相信 事前减一半 才是真的 本公司以往着 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哦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到实地则方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 给你赚进第二份薪水